白衣神童小剑魔 白老白衣子 下了四川峨眉山 来到三教堂 他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 因为他爱穿白衣服 所以叫白衣 他长得好像个小孩 像个十七八的童子 所以管他叫神童 因为他的武艺 比一般的剑客还要高着一块 所以叫小剑魔 叫这位 眼珠子一瞪 那是杀人的祖宗 一向骄傲自大 手黑 心狠 因此这位一下山啊 惹得这祸就没边了 闲言少训 白云瑞跪倒给师叔磕头 然后站起来把徐良叫过来 三哥 这就是我师叔 小剑魔 白衣子 恩 徐良一听 非常高兴 那是九文大名 轰雷官耳 徐良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跪倒给老前辈施礼 白衣子把他掺起来 瞅着徐良一乐 好啊 听说你是武林新秀 很了不起 千万不要骄傲自大 懂吗 多谢老前辈的叮嘱 说了两句客气话 白衣神童来到车边 往车上一看就是一愣 就见大师兄白云剑客 吓猴人 二目紧闭 咬着牙 印堂发青 面无血色 就比那死人哪 多着一口气 有人问 这是怎么回事 师叔荣禀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小达摩就把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 白老不听便吧 闻听此言 双眉道树是咬碎了 钢牙 无良受佛 好啊 夏岁良 竟敢命人 暗下毒手 伤我师兄 此仇是非报 不可 不可 有说 你们在后边给我关阵 看我的 小剑模 飞身形 来到战场 可他这一来啊 这些人都发觉了 逃路等人 虚晃 驾驶 飞身形 跳出圈来 巴老这一携手 给夏岁良一传喜的机会 把夏岁良累他 把三间匕首月望地形一戳当拐杖 呼吱呼吱是支船粗气 沾风赶紧命人 送我毛巾来 让他擦了擦汗 还有人递过水葫芦 给他上了点水 单说小剑模 跟各位高人打过招呼之后 来到夏岁良进前 他说话向来不客气 用宝剑一指 单 夏岁良 魂不认罪 更大 何时 夏岁良一看认识 小剑模来了 心中暗道不好 心说今儿该我倒霉啊 怎么他们都商议好了 坐一辆车来的啊 世高人都凑到一起 这不够我的钱 如今 某已力尽精拼 我是非吃亏不可了 但是 夏岁良 账品武艺高强 这家心虚 嘴还挺要 冲着小剑模 冷笑了一声 白老 你说什么 让我领罪 但不知 夏某何罪 之由 哼 夏岁良 你甭嘴硬 别的 我问不着 我就问你一件事 你为什么 塑使人 按下毒手 打伤我师兄 夏猴人 有没有这事 你还敢识口否认吗 我师兄在车上躺着呢 被打成这么样的重伤 难道你不负责任吗 如果 明刀明枪 把我们师兄弟置于府里 愿我们经师不道 学艺不高 没有什么含怨的 可是案件上人 算什么英雄好汉 莫非 你还不认罪 不成 心灯剑客呀 叫着李亏 对不对 他心里头明白 本来他不想这么做 是五音剑客 庄子秦 一片好心 暗中帮自己的忙 啪 给了夏猴人一巴掌 这个事本不是自己硕使的 但是 给人造成这个误会 就是自己的主谋 你说这事吧 还不能忘带推托责任 因此 他这舌头跟这嘴呀 就不太好使 呜了了半天 没说出道理的 小剑魔冷笑一声 怎么样 你理亏词穷啊 莫非还不认罪吗 白子 你不必大言欺人 你没什么了不起的 要叫我认罪 可以 我问你凭什么 无良受佛 凭我掌中的佛光剑 好 你有佛光剑 我还有三间匕首院 这不你来了吗 干脆 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 你要把我赢的 怎么说都行 给我定什么罪 我也认可 可要赢不了夏某的兵刃 白一子 恐怕你是有来 无回 这两个人一见面 把话就说绝了 那白一子是火爆的脾气 温听此言气冲斗流 一晃掌中 佛光剑是白剑就炸 夏岁良也缓过这口气来 晃动三间匕首月 结架相闻 跟白一子就站在一处 可他们两个人一伸手 书中按笔交代 究竟这二位 谁高 谁低呢 在数年前呢 三教圣人会 各大派的派主 各门的门长 海外的高人是奇迹一堂 大家闲谈 有人提 说当今五宗十三派 八十一门 这么多的高人 究竟谁的武术最高呢 咱们能不能排个名次呢 有人说不太好排 因为什么呢 因为风山有高人 海外有掩饰 你不知道背后 还有什么样的高人 这个名次怎么个排法 又有人提议 那就是知名这些人 先排一下 那些不知道的 叫不上名字来的 甚至多年的掩饰 那就不列如其内 就这样 他们排了个名次 按照五亿高低 一共排了十四名 这叫武林十四名高手 这头一个 就是横推八百 无对手 轩辕重出 无上人 鱼和鱼九连 无上人鱼和的能耐 登风造极 谁也比不了 排在首位 仅次于他排的第二名的 就是三教八十一门 祖宗门长普杜 普杜 普杜 在普杜之后排的第三名的 就是冰山北极岛的长教 封上人雪珠连 也就是长法道人 其实啊 雪珠连这能耐 跟普度 也就相差一头发丝 就这样 屈居第三位 这第四个 这第四个就排的金灯剑客下随梁 要不这个下随梁武功这么高 七八位 老建客 不勒不倒他 就因为他根基太深 无意太阔 他排的第四 这第五位 就是海外的万年古佛 南南罗汉 万年古佛 就是海外的野手王源的授业老恩师 那么第六位 就数到小剑魔白老白子 第七位 是飞天魔女龙云凤 就传授徐良能的那个疯女人 第八位 就是摆不神权 无影掌野外老建仙逃路 陶福安 第九位 就是海外野手王源 第十位 是金鼓奇人 柳成光 第十一位 就是白云剑客下后人 十二位 是燕光大法师古月 第十三位 是万里追魂老魔头 名叫彭海 自教公亮 第十四位 就是扭转千坤 木兰师方 欧阳 忠慧 这十四个人 是练武术的尖子 论武艺高低 是这么排下来的 实质上 各有所长啊 这也不是绝 失手 那么谁胜谁败 这玩意还很难说 夏淬良心里都清楚啊 这个白老歪一层层脸就宰人了 在这关键时刻他来了 就不要我这条老命吗 你说不打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个跟头就栽到地下了 打 真有点心虚胆战啊 后来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 这才动了手 这叫大将军宁死 镇前不死镇后 也可以说 他是硬着脑壳皮大的 小建模白老呢 刚下四川峨眉山 吃的平饱 睡的平足 精力一点也没损失 来了再有股猛劲 三力加工 占了绝对的优势 这一伸手 夏隋良就显贱不成 一招不如一招是节节败退 被小建模鼻子低溜溜烂转 三教堂的几个堂主 夏隋良的几个过命的朋友 眼珠子都红了 这就要拉家伙过来帮忙 方叔安一看不好 赶紧跑过去跟陶路 陶老建个树 各位 你们别在这闲着 赶紧随我来 各位随我来 他把这八位高人 全都叫到东面去了 让他们组成了一道人墙 把三教堂的人整个给挡住了 方叔安说的明白 绝不能让他们给当帮手 今儿个非把夏隋良置于死地 不可 你想就这八位 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理佛欧阳谱中 风僧醉菩提林空长老 金经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 稻奇驴的剑客虎云飞 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渊英 镇北海恶面昆仑守上温峰 古墓老人奏锐 再加上陶路陶府安 这都什么任务 要有这几个人在这躺着 他们是干瞪眼过不来 因此这下可坑了金灯剑客了 他跟小剑魔伸手 还没到三十个照面 小剑魔就使出峨眉派的决议 是峨眉绝剑 这一招叫亏星点状元 哎 啪 这一剑 笨得的耿嗓变色 与此同时 小剑魔的左手没闲着 使的是大力千空长 横扫金灯剑客的软肋 这一招叫双管齐下 两路加工 在这里下水凉了 眼都花了 脑花的嗡嗡之响啊 他发现不好 拼命的甩脸转身 哎 他想躲 但是动作有点慢了 小剑魔这招发的太快了 耳轮中就听着 噗噗 这么两声 金灯剑客下水凉 哎呀 一声是翻身摔倒 三肩匕首越野生了 幸亏他躲的还挺及时 不然他这条命没了 刚才想这几声怎么回事 小剑魔的佛光剑 本来扎他的耿嗓 他这一摔脸呢 嗓子没扎着 正好挑到左耳头上 把耳唇给挑活了 鲜血崩溜 小剑魔的左掌 正扫着软肋边手 要望得近一点 他泪条骨就折了 虽然说打的不是那么重 金灯剑客也受不了啊 因此这才摔倒 那小剑魔得礼不让人啊 一看金灯剑客摔倒了 大便不仓望前一村 跳到他的左侧 把宝剑望空中一举 按摇压关 心说老师弟子要开杀戒 宝剑要一落 金灯剑客就彻底交代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逃路 逃老剑客喊了一声 剑魔 煮烧 别喊 别喊 大利佛 欧阳 普中 林公长老 诸葛元英都过来了 就这样把小剑魔给拦住了 白老心中十分不悦 他把脸望下 他把脸望下 一沉 各位 这 这是何意 逃老剑客 逃老剑客 恐怕小剑魔误会 满面 裴笑 白老 白老 算了 别忘了 大能容人 且容人吧 当然了 按夏隋良所作所为 死有余辜 但是呢 夏隋良初次离开东海陛下宫 来到三教堂 他是听信了谗言 有人在他耳边吹风 鼓动是非 他不便真伪 误入歧途 这才做了错事 我看从本质上说 他跟朱亮和郭长达还不同 忘白老 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饶了他吧 大力佛 欧阳普中 也过来解释 勒弥陀佛 白老剑客 逃老所说 誓言 夏隋良 虽然可恶 但情有可原 念他偌大年纪 练义不易啊 而且你们还是同门尽知 都是一个祖师爷 哪能说宝剑一落 让他失手两分呢 给他留个机会 让他回到东海小棚来 闭门思过 他要改了 那不是更好吗 不知白老 意下如何 是啊是啊 诸葛元英 也给求情 邹瑞 也给说好话 小剑魔虽然一百二十个不乐意 奈于情面 就不好动手了 这八老之中 就一个反对的 谁呀 金金号斗 梅良祖 梅良祖嘴没说什么 心里头不高兴 心说 你看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 胳膊手往外拐 吊炮 忘礼奏 你怎么能饶夏隋良呢 这家伙是罪魁祸首 把他饶了 将来是疑惑无穷 有心当面提出反对 梅良祖又一想 在这些人面前 我是人情言为一样 哪个都比我身份高 没有我说话的余地 因此梅老剑可是暗器暗憋 在旁边怒目而逝 保释沉默 就这样 小剑魔没办法 撤步收剑 没下手 陶老剑客扭转身躯 对夏隋良说 夏老剑客 对不起 对不起 您赶紧请起来吧 伤重不重 夏隋良瞪着两颗 我让你恩 心里是不服不分 脚着这左耳朵发目 用手一抹黑 像门帘似的给挑开了 我创当江湖七十余年 连个血点都没出过呀 今天我是彻底栽了跟头了 呦 右脚这个软肋 这个糖就这帮提了 心里说话 看着没 我这骨头没舌呀 大概也轻了 在这些人的面前 我不能哼哈 那不就更丢人了吗 他是抖擞精神 咬牙 从地上站起来 捡起三件匕首月 转身就走 没两组一看 忍无可忍了 本就蹦过来了 站住 我说夏岁梁 你就这样不红不白的走了不成 夏岁梁也吓了一跳 扭回头的盯着没两路 没老健康 我不这么走 你说我应该怎样的走法 我看你有点装糊涂 还是被人家打懵了 他老和重备 替你求情 这才保住你这条性命 难道你连个谢字也不会说吗 夏岁梁恨透这帮人的 心说我谢谢你们 一旦有了机会 我非报复不可 但转念又一想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只我不跟你们会庆 想着这夏岁梁 故意的言戏 好像刚想起来似的 哦哦哦哦 哎呀 有罪有罪 他迈不来的 真是同样的 根本认为 我爱死 我能够不死 赐头 我抑捆 来日 必报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各位,等到说完了,拎着三尖匕首月一转身,冲着瞻封方天化等人把手一晃,各位,撤! 三教堂的人全走了。 哎呀,再长的各位是长出了一口气啊,好像卸掉了千金寨,一场风波是转微微暗,可正这时刻,方叔安拉开饼的。 嗯,我说诸位,不好,不好,不妙,不妙。 白玉瑞一瞪眼,有话你就说,哪那么些啰嗦,问老叔啊,这怎么能放夏髓梁呢? 我各位,你们这样办,大错,大错呀。 方才你们跟他谈话的时候,我房叔安偷着给他向了一面,我发现这夏髓梁满脸都是凶器。 阎光,露出杀人的光芒,这小子非得报复不可呀,这叫放虎归山,为尿伤人。 这怎么能把他放了呢? 小剑膀已经对,方叔安,你他娘的就会马后客,方才你怎么不说,莫在各位老爷爷面前,哪有我说话的余力。 小剑膀说现在也不晚,各位稍后片刻,如我追赶夏髓梁,结果而定,搞命。 小剑膀说现在也失敗了! 谢谢朋友,陶子们? 感谢观看